在上兩條影片中,分類了各世代的精靈廢氣圖 猜測了新世代的背景設定 以及除了遊戲之外,其他類型作品的情報資訊 而今次將會跟大家講講比較恐怖、獵奇的故事 未滿18歲人士的切物觀看以免影響心智發育 在今次的資料外視後的當日,也就是10月14日之後 有網民在台灣的討論區PTT開文章 標題寫上《火暴獸因為流出的重口味故事風評被害中》 《火暴獸》究竟是因為什麼而被人嫌上呢? 事實上不僅是《火暴獸》 在另一篇文章中,標題寫上《GF Joe Head 而流出人類與章魚桶色色文本》 究竟是什麼回事呢? GF近年無論在動畫中還是遊戲上都比較保守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有這些文章誕生呢? 看看有什麼故事了 大概有九篇文章 但有幾篇文章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基本上每一篇故事的開頭都是用人類與精靈的關係 以及人類的思維方式 文化與關係的崩潰 人類狩獵這個精靈 美洲原住民的生態哲學 這些文章的內容感覺上跟人類的原始神話相似 在現實當中應該都會有類近的神話故事 所以大家可能都會聽過相近的一些故事設定 這些文章據說全部都是由一個叫中尊井優的人寫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實?大家聽一下就好了 他是GF的編劇 由以往遊戲的白金開始就一直參與各類型的遊戲 以及動畫和電影 首先第一篇就是火暴獸 在精靈和人類的邊界仍然是很曖昧的時代當中 有一位少女在山內蕩獵 有一個很帥氣的青年就說要幫他帶路 結果其實是把他騙到自己住的山洞 自此之後這兩個人就住在山洞裡面 但是這個少女隨著時間去直接發現 其實這個青年其實就是一隻火暴獸 最後少女的父親從村莊追到山洞殺死了火暴獸 帶著少女和少女生的孩子回到村裡面 這個也不用特別多說是發生了什麼事了 回到村莊裡面 村民開始排擠少女和他所生的孩子 這兩個人最終披上了火暴獸的皮 變成了火暴獸回到山裡面生活 這篇文章其實也挺簡短的 因為他把很多的細節位都簡化了 例如的就是 為什麼他身上會有火暴獸的皮 就是因為這個少女的父親來到山洞的時候 殺死了火暴獸 然後去到肢解了他 然後就拿了他的皮 眼心臟等等的一些他身上的東西 然後回到村莊的時候 就受到這些村民排擠 最終這兩個人抵受不了 拿走了火暴獸的東西 拿了他的皮 披上了身後 然後就回到山裡面的生活 我自己感覺這個劇情 其實有點像日本怪談那種的風格 然後第二篇的主角就是長毛豬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基本上 劇情就跟這個火暴獸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篇是請教皇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但是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 請教皇這個故事最後 是女兒披上了請教皇之後 因為失控殺死了少女的弟弟 和少女也就是他母親 第四篇就是圈圈紅 在北方盡頭的村落裡 有一個獵人 以狩獵這個圈圈紅和紅寶寶 來出售他的皮帽為生 某一天獵人的兒子去山裡面打獵 但是發現山裡面一隻熊都沒有 但是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圈圈紅是襲擊了一條村 獵人的妻子被人很殘暴地殺害了 而獵人也被人捉住了 獵人的兒子就發誓他們不會再手獵 於是乎圈圈紅咬碎了獵人的肩膀 將他放走了 並且說要把自己的兒子熊寶寶寶寄養在他們的家裡 這篇文章其實他出了很多版本 我可以說一說有另外一些版本就是 最後這個寄養的貝亞和獵人的兒子生活 他們每句就承諾了 只會暴獵一隻圈圈紅 而這隻貝亞也順利進化為一個圈圈紅 在一個月園晚上 獵人暴獵完之後回到村莊裡 看到這個貝亞在跳舞 那貝亞就說 當他跳完這隻舞之後他就會死 後來獵人的兒子召集了村民 在村裡面的廣場火葬了貝亞 第五篇就是這個貝貝龍 拉普拉斯 某一天有個男人去捉這個護主犬 我記得故事當中 他說他還是有點殘弱的部分 可能是想欺負那些的護主犬 結果在路邊發現了這個貝貝龍 於是這個奇怪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他和貝貝龍進行交配的動作 然後他每天都會去到海邊 連續這個活動進行了幾天之後 他就晚上睡覺 他夢到這個貝貝龍對他說 就是說自己已經沒辦法去到他身邊了 但是會把他的小朋友寄過來 會送給他的 於是第二天這個男人真的去到海邊 聽從了這個貝貝龍的夢話所說 他真的在海邊撿到一個嬰兒 這個嬰兒 這個就是一個人類類似半獸人的角色 當這個嬰兒長大之後 就在那裡獵殺這個圈圈熊 在經歷了一些事情之後 就和這個圈圈熊同歸於盡了 其實這篇文章我看過原文 但是原文非常之混亂 非常之混亂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雖然是用日文字寫 但是其實很多很多的字 不可以黏在一起來講 總之你看到他是自然 但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原文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至於第六篇就是章魚童 但是章魚童這個故事 其實跟拉普拉斯 即是貝貝龍這個劇情 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這裡就不特別多說了 第七篇就是這個懶人翁 這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女人 跟他們的朋友 會感覺很無聊 他們於是每天就會捉這個懶人翁 去虐待他們 虐殺他們 悶出一些快樂 但某一天 他被一隻沒有耳朵的過動員捉住 並且暈了 醒來之後 他發現自己被一群身上有 傷的過動員和懶人翁包圍 這群受過傷的過動員相信大家 醒目的都知道 就是他們跟他的朋友 約代他們 傷害過他們的其中一隻 然後這個女人又暈了 醒來之後 他發現自己在森林裡面 然後被這個朋友帶回村裡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生了一隻懶人翁 自此之後 他就決定了跟這個朋友斷絕來往 不再跟他們有任何關係 去到專心撫養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那隻懶人翁 某一天 不知道真相的他的朋友 就因為擔心來到這個女主角的家裡 他就發現了屋裡面有一隻懶人翁 並且殺死了他 他的朋友就帶著這個屍體 去找這個女主角給他看 這個女主角就覺得非常傷心 最後就搶過這個屍體 投狐自殺 其實這一篇其實是一個悲劇的故事 因為女主角曾經因為欺凌過精靈 殘殺過他們 所以後來被人報復 但經過一量的事件之後 心態也逐漸變化 和這群朋友 也就是惡人斷絕關係 但最終一種欺凌風氣 始終沒有完全消失 最終導致傷傷喪命 感覺這篇文章 其實有點像是日本那種 校園欺凌事件 因為欺凌了其他人 傷害過其他人 就算金盤洗手 其實也來不及 帶出了一個道理 就是己所不辱物施於人 去到第八篇就是賢泰羅 從前有一對獵人的父子 出去打獵 殺死了一隻賢泰羅 父親就過了賢泰羅的角 進行一些討告 將這隻角拋向天空 之後就跟他兒子說 獵殺完賢泰羅之後 絕對不可以忘記這個儀式 第二天他兒子就獨自出去打獵 殺死了一隻賢泰羅之後 割了一隻角進行討告 將這隻角埋入肚子裡 之後他回到家後 就發現這個媽媽和妹妹 竟然不見了 然後獵人的父親就跟他說 就是因為你沒有遵守跟賢泰羅的約定 所以他們兩個已經變成了賢泰羅 第二天這兩個人來到草原 看到兩隻賢泰羅 看到他們之後就拔腿狂奔 這篇文章其實因為兒子 在祈禱當中做少了一件事 拋到他胸中的儀式 所以導致這兩個親人變成了賢泰羅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細節位上也可能有些奇怪的地方 沒有說到很詳細的 因為就算我看回日文的原文 其實也看不到很多細節 所以大概是這樣 大家聽聽就可以了 最後一篇就是這個獵鹽馬 有一個地方西邊和東邊都住了一個獵人 西邊這個獵人的技術就一般 但很注重這個狩獵的規則和規矩 東邊這個男人跟西邊完全相反 他有一個很強的技術 但完全不會注重這些規矩 某一天西邊的男人看到一隻獵鹽馬 想獵殺了他 但這隻獵鹽馬開口就說 他其實還有一個鞋子 希望不要殺了他 殺了我的話 我們就會從草原上消失 於是這個男人聽從了獵馬求情的說話 放下了他的功 於是奇怪的事情又誕生 他竟然去到請求獵鹽馬成為他的妻子 這隻獵鹽馬就答應了做他的妻子 自此之後他們兩個都會出去捕獵 於是有一天遇到一群獵鹽馬和小火馬 這個他的妻子 也就是獵鹽馬就跟他說 他們都是我的丈夫 獵鹽馬就是我的丈夫 你有需要的話可以捕獵他們 但請不要殺死這個沒有獵鹽馬和小火馬 因為沒有獵鹽馬其實是我的妹妹 而小火馬就是她的孩子 這個獵鹽馬真的聽從了獵鹽馬妻子的說法 就是完全沒有傷害到他們 但有一次這個東邊的男人 也就是說跟西邊的男人完全不一樣的人 看到獵鹽馬就把獵殺了 把馬的棕毛帶到頭上 他忽然覺得有點累 所以帶著棕毛在樹蔭下面休息 而西邊的男人剛好看到這個棕毛 躺在樹下 之後他的妻子獵鹽馬就跟他說 那個其實就是一隻沒有孩子的公的獵馬 你可以捕獵 於是西邊的男人就一箭射死了這個東邊的男人 我覺得這一篇其實挺有趣 因為兩個獵人的人設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兩個獵人的動向和思想的行為都完全不一樣 東邊的獵人是捕獵的技術一流 但會忽略了細節和一些狩獵的規則原則 最後因為想跟西部獵人炫耀技術而帶上這個棕毛 導致最後喪命了 以上就是所有故事的內容 雖然有些地方過於獵旗 但比較貼切現實的世界 我本來就覺得Pokémon的設定 就跟日本怪談那種相似 所以大家會選誰成為自己的妻子呢? 我的話就肯定是...